郭县长 这个决定我不服 温兰 我们都已经把房子都让给你了 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呀 大家的情绪这么激烈 必须要给个交代啊 好 你们都要交代是吧 我这里有一段录音 听完这些 我再请在座的各位评评理 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想办法 我才不要把房子还给他 我们要把房子给他 我把它交回来 你们不一样演得凄惨一点 特别是柔柔 你一定要激怒他动手 咱们另一轮 要把他搞出金黄 各位都听到了吧 我搬回我自己的家 我的父亲 姐姐还有继母 他们串通在一起污蔑我 骗走我的财产 到底是谁六亲不认丧尽天良呢 大家不要相信他 他 他的证据是伪造的 是吗 我这里还有 这段录音的完整版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放到群里 大家自己进行人生比对啊 你居然在家里放录音笔 你这是犯法 犯法 我在我自己家放什么是我的自由 就算放樱花也管不着吧 你 老板 我查到夫人反常的原因了 什么原因 我看看 真的是失忆 我查遍了全市的医院 这是夫人婚前的整段报告 在回国当天受了刺激 温兰 原来你是因为失忆才嫁给我的 所以现在你才这么想离婚吗 楠姐 吃饭了 楠姐 你是什么时候放录音笔在庄稼的 就在我上次出院回去那次啊 本来就想留个心眼 没想到居然真的派上悠唱了 楠楠来了 这一次 庄文成没有设计成功 后面肯定憋着大招 最近 你要小心点 我放这个监听器 本来是想搜集一些证据 没想到 居然遇到了这种突发事件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 我楠姐都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击 别想赶我离开 临门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什么 温兰已经通过了药剂审核 要开始临床实验了 好好好 就这样 要是温修园醒了 我们就全满了 我们要赶在温修园醒来之前 彻底的掌控惊慌 我们要敢在温修园醒来之前